今天新北市的确诊数还是有增加 不过像是永和以及新店的热区快筛人数 却是呈现下降的 虽然筛减阳性率也跟着下降 但是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而今天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要想让疫情趋缓的话 必须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是取得疫苗 第二是市民的低度活动 加上充足的重症收治能量 而这波疫情以来有34名的死亡个案 其中20例在新北市 另外中央也调度了轻症确诊者 送到其他县去治疗 不过却有人反映说 同一家人被送到不同地方 对此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会尽量来协调 大家也不要认为下降的趋势 就掉以轻心 难道有数据下降的侯首席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的 是新北市热点社区筛减站的筛减阳性比 从平均的3.53降到2.9 但另一方面来看 筛减站的筛减率却降低了 在社区筛减里面 大概筛减到所有的名额的85% 但是不管趋势的量多少 阳性的比例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指标 另外侯友宜更提出 要让疫情趋缓的三大要点 因为重症死亡率越来越高 从这波疫情5月11号至今 一共有34例死亡 新北市就占了20例 台北市有14例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 在新北罹患轻症的民众被送往中南部隔离 就传出新北一对母女确诊 妈妈被送到嘉义检疫所 但确诊的大女儿却被安排在林口 多次反应没结果 家中甚至还有更少的小孩 也没人照顾 新北市赶紧亡羊补牢 疫情严峻 不能让市民的生活就此乱套 记者富南里和龙新北报道